美军上将问 美国如何才能击败中国 马斯克给出明确答案 让在场所有人哑口无言 欢迎收看本期中华振兴 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2022年2月28号 美国民间技术融入太空科技研讨会正式启动 当天下午 美国著名科技大佬马斯克受邀参加 会议中 马斯克作为民间科技代表 被当时的军方上将提问 现在的美国要如何才能打败中国 在这些美方高层的假想当中 马斯克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想必被问起这种问题时 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就大力鼓吹本国科技实力 认为我国不值一提 但谁又能想到 马斯克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竟然瞬间沉默 足足想了十余分钟 才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也让在场的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那么 当时的马斯克到底对美上将说了什么呢 他的话为什么能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呢 毫无疑问 马斯克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高科技大佬 被网友们戏称为硅谷钢铁侠 同时他也是一位名下拥有几十家企业的成功商人 所以说拥有这么多传奇经历的他作为民间的科技巨头 马斯克无疑是美国最有发言权的那一批人 因此在某些方面 马斯克更能以绝对专业的角度来解答对方的问题 而在面对现在的美国如何才能打败中国的问题上 马斯克说出了自己思虑良久的答案 他说 要想打败现在的中国 美方只能激进创新 或许是为了照顾到其他不方便理解的人 马斯克还对激进创新做出了解释 他说 现阶段的中国 发展速度足以排进世界前三 而美国的经济建设却一直持续性地停滞不前 所以用不了多久 中国的经济就会全面超越美国 并且军事上的打败也是没可能的 马斯克此话一出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虽然有一部分人试图反驳他的观点 但细细品味之下 美国现阶段的发展策略确实没有中国高效 作为研讨会的发起人 美军方面之所以能够在大会当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将我国当作了重要对手 虽然早年间的美国一直以世界第一自称 但近年来 我国的发展速度也让他们感到了莫名的恐慌 当然 在马斯克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之后 美军方面虽然如梗在喉 但也并没有表现得过于紧张 因为无论哪个国家 经济发展虽然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 就好比一个空中楼阁 中看不中用 而在军事力量层面上 美军方面还是非常自傲的 毕竟在他们的认知里 美国就是世界范围内最强大的军事国家 有着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军事力量 但谁能想到 一开口便让其他人哑口无言的马斯克 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想 而且正是因为这个猜想 直接让美军方面坐立难安 前面也说到过 马斯克是一个涉猎多方面的民间科技大神 所以在科研技术上 他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再加上近些年以来 马斯克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我国布局完成 所以对于中美两国的发展 他还是有一定见解的 在回答了美军方面的提问之后 马斯克又大胆预测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足以支撑起军事研发时 中国就会在一段时间内 成功将军事能力再次拔高几个台阶 而且针对这一问题 马斯克也表示 美国要想不被中国超越 就只能激进创新 但很可惜的是 马斯克所谓的激进创新 其实很难在以美国为首的 众多西方国家迈开脚步 毕竟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都有很大的制约性 我们就拿新能源来举例 这项技术可以说是 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最超前的 但显而易见的是 想要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 并且使之创造价值的周期性 却很漫长 正因此如此 它的后期回报率 显然也是无法预测的 所以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很难在研发前期 获得足够的投资 毕竟绝大多数投资人 还是非常看重金钱 所带来的回报 而我国就不同了 国家深知科技发展 才是立足世界的根本 所以在研发新能源之初 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全国上下万众一心 哪怕是有一些新能源企业 暂时性地处于亏损状态 国家也会在第一时间 给予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 所以两两相较之下 我国的新能源技术 能够快速发展 而美国则有着各式各样的约束 这就是马斯克口中激进创新 难以迈开脚步的原因 除此之外 马斯克还在未来战争的可能性上 与研讨会的人做出分析 在他看来 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发展 如果再次爆发战争 那么派遣士兵进入战场 所造成的后果 将要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来的 更加悲惨 所以无人机战争 就有可能成为主旋律 如果美国还想持续保持 自己全球第一的军事实力 那么无人机的研发 就是重中之重 但有意思的是 中国的无人机发展 要比美国来得更加迅速且有效 要知道 中国现阶段的无人机研发 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但在此之前 中国在无人机领域 还是一片空白 因为美国在拥有成熟的 无人机技术时 我国还处于 萌萌懂懂的阶段 美国在中东派遣 大量无人机作战时 我国也完全没有将 无人机研发成熟化 然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无数热爱无人机事业的人 纷纷出手 投入到这项技术的研发当中 国家也在第一时间 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从2016年到2019年 短短三年时间 我国在无人机研发上的投入 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 平均每年增长11个百分点 甚至在世界疫情的大背景下 我国依然没有放松 对高端科技的研发 无数科研人员日复一日 奋斗在攻坚一线 反观美国 在疫情的影响下 他们不仅没有正确地 积极地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反而逐渐开始摆烂 甚至在美国的一些高危地区 已经传出了与疫情共存的理念 松散无质的社会环境下 美方高层在高端科技的研发上 自然也是松懈起来 虽然他们此前在无人机领域 领先了很多个国家 但近几年的表现却强差人意 此消彼长之下 我国无人机的研发速度 及其所带来的科研成果 要远远大于美国也是非常正常 所以在马斯克的猜想中 未来战争的主旋律在无人机上 那么美国要想打败中国 只有继续加大新兴科技 无人机研发的力度 要想打败中国 只能激进创新 除去一切绊脚石 全心如一的 可持续性地发展无人机等高端科技 就好比现在的俄乌战争 如果战争扩大 俄罗斯有众多高端无人机的加持 想必部队的伤亡率也会降低很多 对于马斯克的猜想和看法 研讨会上的美军方面 想必也是十分认同的 毕竟他们就是作用在国家一线 无人机的便利与好处自然不用旁人多说 但可惜的是 虽然当下的美国有着看上去 强大无比的无人机战斗群 但这种优势很快就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下被赶超 最终荡然无存 纵观美军方高层和马斯克的谈话 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两点 其一 我国的发展水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方一些人对我国的态度以及看法 毕竟我们国家仅仅用了七十余年就从一个半工业国家 一举成为世界强国 如此夸张的发展速度 实在让他们感到惊恐 其二 我国的发展速度已经让多位美方高层开始打起了如何制约我国的如意算盘 毕竟现阶段的美国依然是所谓的世界第一 依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债权国 诚然 马斯克所说的激进创新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深度耕耘 无人机等高端科技也没错 毕竟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一批科学家 如果他们全力发展 我国想要超越他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坏就坏在资本这两个字上 商人逐利 这四个字一点没错 就像上文中提到的新能源一样 没有回报 资本就不会轻易投资 没有投资 科技自然就发展不起来 万幸的是 我国现在是由共产党领导 如果没有党 想必在很多科技发展上 也会像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到处受制于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完成百年复兴的大计 想要不受其他国家的欺负 就不太可能了 而且现阶段的我国 在军事实力上有了非常大的突破 我们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提升 也已经大部分作用于 现代部队中 极大的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 毫不客气地说 正是因为我国大力发展科研 才有了现阶段美国总想着打败中国的言论 才有了美国高层面对我国坐立难安 如耿在喉的窘态 除此之外 拜登政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 中国是唯一能够综合运用其经济 外交 军事和技术力量 对当前稳定 开放的国际体系造成持续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美国也是一改往日的自傲 将我国完全当作了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上 需要严防死守的头号对象 而我国针对这一情况 自然是从来不怕的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我们总能找到办法解决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大力发展新型高端科技真的是一点没错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